嗨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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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ular Su Su 揮手啊? 我是佐叔叔 歡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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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歡迎收看地獄來早茶 來早茶 歡迎我們地獄來早茶的第一集的來賓 未來很有可能會變成主持人的 啾啾麥陳鴻宜 今天看有沒有通過這個考驗 表現不好我就不要再來了 第一次來個猛的 猛 這個能量飲料 我每天都喝兩瓶 喝兩瓶就找他 我這個其實是白開水 但是 講白開水很弱 大家都把他當成這個酒精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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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飲料 好不好 酒精飲料 那大家今天應該也會提到這個酒精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就是這一次啊 要重啟我們這個地獄系列的這個節目啊 今天就來了好多好多的猛料 我們先從最輕鬆的來聊起好了 樂天桃園的羊頭 霸凌爵 成為了 Badlinger Badlinger 對然後領隊就不已經就說了 保證不再發生 這件事情你怎麼看 因為他是連續兩次獲得了MT 記者票選出來 然後但是賽後不介紹訪問 是有一些個人的就是迷信上面的考量 你怎麼看 我覺得蠻奇怪的 其實這個我覺得好像就回到 以前我們那個採訪HBL的時候 那個在一些小區段的時候 一樣的問題啊 我就不要說是誰啦 就是那種某座山 然後長得蠻帥的一個教練 哈哈哈 你知道山有三種嗎 你做完然後長得蠻帥的 那就剛好要各自解讀啦 你說好了要訪問他了 結果也是投也不回就走掉了 然後當然你講中華職棒更不用講了 職業聯賽 你看NBA哪一個人不給訪 會有相應的罰款 很奇妙的地方是 其實中華職棒的貴賬裡面 沒有明文規定這一條 你知道現在就中華職棒他們的組織規模 是有點就是球團領駕於就是聯盟之上的 所以要怎麼規範 我們老實講只能用溝通 柔性 道德勸說 對道德勸說的方式 其實如果要讓這件事情可以變得更加的就是完整性的話 可能就在年底領隊會議他們討論出一個結果 然後一起來遵守這樣子的規範來去執行 如果不接受訪問的可能就罰款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比照那些大聯盟或者是NBA那樣的模式 但是也是有可能會出現 如果說真的球員不想接受訪問 他們反正領的薪資也挺高的 就攪一攪罰金 然後就真的都不給訪 我們有採訪你的需求 你們有被曝光的需要 魚章水水章魚好不好 我覺得是彼此尊重彼此的工作 你有沒有覺得很驚訝 32年然後我們走了這麼久 全台灣算是制度最完整的職業運動 然後我們到32年還沒有搞定這件事情 會有很多的網友就說 都是你們記者在霸凌球員 你們在霸凌球員 為什麼要這樣逼迫他呢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逼迫他 因為你獲選完MVP 其實記者們真的不會問任何太刁難的問題 這件事情呢很有可能未來還會繼續發生 那我們身為記者就是也是做好自己的工作 要稍微提亮一點就是說 我們也不是白目也不是沒事找事做 那叫做我們的工作好不好 我們不做這件事情的話沒有辦法交差 而且大家也都是這一個職業運動裡面的一環吧 媒體也是其中一環 郭信淳連五年全大運奪金 就像我如果跑去我兒子那個 去跟小一的同學小朋友打球 然後一直蓋火鍋 然後灌小學框的話 這樣不行這樣很像 這個就是霸凌了 對啊對啊就是霸凌 對不對 這是完全是霸凌絕 再來一個也是好消息 就是睽違18年我們台灣奪桌球亞錦賽 男團的銀牌 基本上這是在10月2號的消息啦 因為我們連續八屆都是並列 是並列銅牌 所以我們一下18年來首面銀牌 往前跨了一大步 我們東京奧運過後呢 其實大家綜合項目的賽事 關注度也越來越高 如果沒有辦法看到轉播的話 也歡迎鎖定TSMA趁機 來 誰 誰 喔好好 對啊我正在想說 欸哪裡可以看啦 有沒有一些專業的這個平台 體育頻道可以看的 對吧 而且 而且TSMA的這個素材 絕對百分之百 合情合理合法 下一題是 布迪紐西蘭中華女籃亞洲盃 名列第六名 如何與列強抗衡 錢簡是幾乎啊 規劃球員 規劃 對啊 欸我不知道欸 我們兩個也訪問過 戰籃球摸骨 這個旗艦節目訪問過 Queen C. Davis 我們也提到說 David是要融入這個 我們台灣的這種籃球文化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說 隨便找一個長得高 然後外國人願意規劃 錢給他就好的問題 希望相關的單位 我們不斷的在強調那個單位 趕快想點辦法吧 是不是 有沒有聽到小朋友的苦聲 有 他對於這件事情也感到非常的悲憫 對 不平之聲 受不了了 要Push一下 欸說到了受不了這件事情 還有一件事情也讓人很受不了 就是自由潛水比賽喔 撤掉我們 AIDA道歉 不過這件事情也讓 我們只算看到 世界上起碼還有正義感 這三個字了 最近跟我們 越來越好的友邦日本 首先發聲說 欸 那沒有國家 那我也不要有國家啦 對啊 你要政治歸政治體育歸體育 那就來歸啊 還離開還歸啊 感謝那些就是聲援的 就是其他的 I salute you 雖然會再 應該還會再發聲 但是我們不能不替自己發聲 但有些事情齁 就是要把他大破大力 給他做起來啦 比方說 出征前 陳楚國家隊總教練 選手 足協就表示 紀律大於一切 這件事情的狀況是這樣子 出征泰國備戰亞洲 被資格賽 附加賽的前戲喔 就是足球協會 又出來做出了這個紀律的陳楚 對總教練 王家中 以及包括了 陳浩偉啊 白少羽在內的六名球員 祭出了停權的處分 對此呢 就是秘書長方靖仁 在二號的時候也表示 就是說 紀律其實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們的狀況就是 不嫁外出 然後 去喝酒 大家都知道說 台灣最主流的兩個項目 就是棒球跟籃球 當然 足球也很努力的 想要做出一點點成績跟聲量 而近幾年的國際賽 確實也讓大家看到了 就是足球的成長 不管是女足還是男足 當這個東西 真正很努力的要往上把 很多人很努力 要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好像去想到一巴掌的那種感覺 你到底要怎麼 對得起那些支持他們的人啊 而尤其運動員代表國家出賽 那個東西就是這樣啊 你訓練有訓練的規矩 再加上現在有防疫的規矩 那很多事情 它就不是這麼容易的 你說對於奧運 當初備戰奧運的那些選手 是給你成效的是不是 足球在這件事情上 你處理的手腕是很明快的 快到斬亂嘛 就是我覺得你 你要展現出一個態度嘛 因為就像剛剛昨天講 就是說這種事情一出來 馬上就是人家就會問說 之前我們奧運的時候備戰是怎麼樣 我們真的亞運備戰是怎麼樣 那你如果你馬上 就做出一個明確的態度 你之後才有辦法 立下一個標杆給所有人看 尊重自己的工作 對不對 當然啊 說到了尊重自己的工作 我怎麼好像 大概知道你要講到誰了 你知道嗎 尊重自己的工作 很難嗎 對不對 保住自己的工作很難嗎 我們就是要再講 同醫師 楊家維的酒駕事件 先講一下聯盟的部分 他是依今年撫修證的規章 酒駕新制規定 針對目前掌握 就是楊家維他們的情節 就是依新制規定 至少出於競賽40場 罰款48萬以上的處分 並事前節得加重處分 最重是面臨開除的處分 這樣的狀況 好同醫師 就是一刀下去 開除楊家維了 對 你對你這件事情 有什麼想法 我看到很多人的聲音是說 這樣子這個鐵碗很好啊 很好啊 這應該重罰 酒駕就應該重罰 可是去年是不是也有人 酒駕然後好像 就 有點不太知道 我們剛才講的雙標 我們剛才講的雙標 你知道嗎 剛剛你們剛剛講的那個規矩 是中華職棒二軍的規矩 是不是 你好心願 你好氣餘喔 好可怕 沒有 沒有我是引述新聞的 欸這個是 是一區的規矩 誰是 是因為這樣嗎 必須說啦 楊家維這個 身體也有些狀況 對不對 是他的身體健康方面 本來就有些狀況 然後又發現說 你一個器官不好 然後你又喝這麼多酒 傷你另外一個器官 那個酒價值出來 比那個打地獄還是OPS 對不對 你 你這才地獄好不好 從來沒有看到楊家維這麼好的數據 別鬧了 跟你們講這些人 就是好好的工作 珍惜自己的工作很難嗎 對啊 對啊 發生了兩次酒駕事件 我是統醫師的大老闆 我都決定這個球隊收起來不幹了 你們知道有些其他人打仇的人嗎 今天就已經有一個例子 擺在那邊 你也看到 這個 郭姓球員 他 出過這件事情之後 近山那麼久之外 回來之後 不知道給人家酸多久 而且現在只要講到 球下兩個字 就是跟他是連結在一起 還同一支球隊了 好值棒 我們不要說大家 要賺錢或幹嘛的 至少要把企業的形象 建立的良好 現在的狀況 你就已經是重創的母企業的形象 對啊 而且同一 為何還要一直花錢砸自己的腳 有時候球員 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們社會是不是拿太高的 道德標準去評判他們 像是所謂的桃色風波之類 其實我個人也不認為說 球員有桃色風波 有什麼事情 當然對球團來說 因為你代表我 我的企業 我希望說你有一個道德標準在那邊 你是小朋友的偶像 這個我知道 對啊 可是起碼 桃色風波 頂多傷到你自己的家人 你知道嗎 你自己的另外一半 酒駕的話 你可能傷到人家的家庭 對啊 你要下地獄你自己下馬 聊點歡樂的事情 進步到我們的NBA單元 Ben Simmons不報到 這是9月22號的新聞 我們的臥神啊 就在報道裡面指出說 Simmons他球去 心意已決 下週呢 將不復76人訓練營報到 而且呢 不會再替球隊出賽 任何一場 這件事很扯耶 新聞就講說 Ben Simmons希望說 去一個以他為主的球隊 蛤? 蛤? 那過去幾年是 76人是怎樣 成效耶 我76人沒事把 L.Hoffer教育走 沒事把 Jerry Butler教育走 試著我自己 喜歡是不是 不就是為了 清出空間 不就是為了你 清出空間嗎 然後你現在說 他看不清楚這個手法 對 就 我覺得 Simmons 可能當初也覺得說 欸? Jerry Butler怎麼不見啊 L.Hoffer怎麼不見啊 為什麼球隊會有 不叫Ben Simmons的球員 我沒辦法接受 我要去一支球隊 是可以每一支球員 都叫Ben Simmons 或是說 起碼要是 別的 Simmons 什麼Jonathan Simmons之類的 或是手機也要改用西門 西門子的 你對於這個東西 如果你這麼有兼職的話 看起來 Ben Simmons是一個 相當有決心的人 可以這麼 可以這麼 或者是 也許你這個決心 拿去把 罰球 或者是外線的投籃 好好練一練的話 不是很好嗎 最後最後最後 我覺得最有趣的單元來 就是我們MLB的季後賽 每年的外卡 目前是紅襪跟羊姬 外卡就是說 你一直都在懸崖一邊 要為下一場而努力的那一種 其實最恐怖 所以我覺得也許 羊姬可能會 贏紅襪 一路把皮封到最後面這樣 有可能 對 但是我也必須說 我這個人有點 就喜歡看笑話 我蠻想看 偷暗號們的事情 搞得全身臭掉的太空人 我蠻想看他 一路打到世界大賽 畢竟我們是地獄人找查 所以我就要找查一下 我看好太空人在美聯出現 好啦 國聯那部分呢 國聯啊 我覺得可能憤怒鳥 最後 國聯最後出現 因為我外卡我覺得 紅圈應該會贏到 那 那勇士釀久人跟巨神 我沒有看好釀久人 我覺得釀久人看起來不像是 一個贏家 好煩喔 對 那就是釀久人迷茫 所以如果 勇士能拿世界大賽冠軍的話 我就可以說大都會是 世界大賽的亞軍 你知道嗎 只是輸給 那你的目的是這個樣子 所以勇士對太空人 那我認為最後是太空人 今年的季後賽會蠻精彩的 因為從第一場比賽就是 基瓦大戰 真的是會血流成河 最後光芒會贏得 美聯的最終冠軍 你是因為就是仇富那樣子 對不對 對 就是自己當老闆 中吉中得很疲 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這樣楊姬洪話 可以不用努力 是不是這個樣子 就是一個情緒 覺得說 我希望光芒 就是一個情緒來著 你知道 小織女的逆襲 國聯了 國聯了 國聯 我就是 毫無理由跟理性的 來選擇到齊 對 好 我們要做個結語 好好好 結語 開車不喝酒 酒後不開車 對 重生一次 拍攏不開車 拍攏不開車 對 雖然說我們小酌可以移情 但是 能喝酒要比較有雙雙的 地獄來早茶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才會 拜拜 拜拜